大家好,今天是我們GameplayHK的模型頻道 過了幾天,文仔說真的快手一下 RG,密充高達,搞定 耶,因為我放幾天假,平時上班搞不定的幾天 看看文仔多喜歡模型 為了模型而上班 這樣也可以,當然 一開始就讓大家看看分離狀態 背包看到我的機頭差一點,原來文仔跟我說噴漏了 所以... 心急 所以說心急是真的不出事 親模型真的不可以心急 正所謂,好像周星馳所說,我們可以借視線 機頭不要看,看背包的旗簾連了水貼 咦咦咦咦咦咦,我就想這樣 對,其實都漂亮 雖然機頭留了一點水貼,但噴射器又很靈靈 本身它不是這個顏色的,本身是灰色的 你噴了銀色下去 是,特意的 等文仔遲些,快點正好機頭 再拍一些照片出來 再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你說它帥氣,但這個感覺好像龜叔 好像在哭著的樣子 是,很合理 我都未承認 對不對,你好像昆蟲時代 你還在挑選 怎會被人看得出來 噢,即是未完全變態 對,所以我變了蝴蝶,那我就承認 現在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就是細小的核心戰機 它沒有一個代替品 文仔又上了色,剛才它跟我說 其實它自己玩過後都花了一點 其實這個狀態呢,就很正 即是它是要在戰艦上推出核心戰機 再扔其餘那幾部份的東西 才慢慢在空中合體 才變成一個MS的形態來作戰 但是有一個奇怪 我想到現在還是不是好 也都沒有人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不在艦艦橋上合體才出來呢 立即出擊就被人打爆,那怎麼辦呢 不,不要緊 在現在這個細小,最重要的是什麼 形,搞定 形 形 因為男人的浪漫就是合體 是 變形 是 然後後面就是形 沒有了 那隻腳我們就給大家看圖算了 也好 就這樣看下去好像是攤平 首先就要將腳屈上去 接著就要屈下來 令到關節這裡就成一個類似Z形狀 接著你就要在大腿欄插件件 才可以裝支架 我就是最怕在這個位置插花大腿 沒有啦,這件件就放過文仔 不變形了 多謝你 另外盾其實都是要摺起來 變成一個小盾出擊 摺起來的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都是上色關係 怕有點花,所以就不要玩這個動作 當然要合體 首先玩核心戰機 接著還要甩飛彈 1比144RG的威力 超小的核心戰機 要變形 首先要挖好一隻翼 接著機頭 挖一挖下來 接著要裝在下半身上 我覺得扣下去的動作非常仔細 之後紅色這件件 就要扣著機頭的翼 這樣就很穩妥了 之後反回機身下來 之後有一個非常失意的人 在哭的上半身 不是哭的 是哀怨的 在哀怨的 在哀怨的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出來見人 其實它真的要反回機 保護著我的樣子 樣子真的重要 說真的 當然了 你試問我的樣子更重要 接著這個膠 就慢慢扭一下扭一下 塞上膠底就可以了 搞定 遍遍一下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 會困到一隻腳 這樣就要買一件身 不要 買一件身不要緊 我怕噴過不同顏色 真的要慢慢做 這些動作 其實這裡文仔都黏了 銀色的貼紙 對 原裝是有的 最後一個步驟 抬起頭 然後胸口這個甲 這樣 搞定 之後就很簡單 上下半身 拍在一起 這個機頭 其實是用來運送背包 給MS用的 所以它運送完了 它都要自己走路 有一個噴射器 回去武藍 接著就要把這兩把劍 這些東西 最重要當然是向上 當然 充高的背部 有兩個洞 這裡 其實就是 背包就這樣插進去就可以了 之後就調整一下翼的角度 搞定了 現在我們試一下活動性 頭部和頸部都有一個關節 之後到肩膀 剛才看到它變形 都知道這個關節其實很靈活 向前屈都可以 另外肩膀這個甲 也可以提起 然後到手肘 前臂的關節都可以轉手 條腰 雖然中間有個戰機 但是 都可以轉動 之後腳部 踢腿就大約在這個角度 之後就屈下來 貼上對腳 膝樓的關節就是這樣 有張亮的貼紙 腳掌因為它有變形關係 就可以接到這麼奇怪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高尚情操 它有兩把小刀 刀子旁身的 收了在 腰間的裙板 其實你看到有個孔位 是用來扣著刀子 刀子 刀子 阿文仔都很用心上色 反光 RG玩這麼多隻 這隻 我這隻 真的是第一次手遊人仔 我噴了白色底膚 先的人仔 它是膠紙遮著腳 因為腳是用白色虛的 然後整隻就噴了深紅色上去 其他黑色 臉 我全部都是手遊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因為我假租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翼的這個位 偏向是比較單調 所以我特地在那些管 我特地做了一個分析 這個管原本是一件黑色 就需要用遮蓋膠紙 遮蓋一條喉 對 我特地做了一個分析 看上去就好像突出一點 胸口中間這個位 你看到一個分衣草紙 整顆都是 我做了少許的改動 它原本在上面的藍色件 要陷入這件分衣草紙 那你中間是否看到 打橫的東西 應該是藍色 即是長方形位是藍色的 對 那我就特地把它噴上去 做一個紫色 那我就可以形成到 整個胸口 即是頂位那裏 都是同一隻紫色 一眼就看得出 左邊是HG 右邊是RG 兩隻文仔都上了 同一套顏色 當然RG一定是 很多東西都會細節很多 其實看回盾 如果HG要做好一點 真的要再上黑色在這裏 跟RG這樣 還有剛才玩過的 腰筋裙板 HG就不能兩歇插刀 另外一把槍 其實一看就知道 是左右夾的HG RG就聰明很多 它都是左右夾 但是它開了一條坑 感覺上又沒有問題 HG的手這裡 其實是左右夾的 都很考功夫 因為你要夾灰色的膠 做無縫 真的辛苦 對 看完背脊的話 RG有個優勢 因為它的翼比較長 對 因為RG我始終會覺得 它的線條感很重 一來有美感一點 霸氣大一點 二來就可以站在這裏 拿一個尾翼 撐住在地上 就不需要用支架 但是HG 其實那個背包這麼重 是相當難站的 文仔經常會用支架 撐住HG 腳的分析 旁邊看到 RG當然分給大家 但HG 其實這個位置 是白色的 其實兩個盾 HG 都算是分到色的 但是黑線當然是RG 好多 而且RG 可以伸縮 看完飛機頭 這個就是 運輸背包用的 文仔竟然忘記了 RG的上色 但是又噴了噴射器 看看遲些會不會補充 上色的就是HG 其實這隻的黑色件 是要分析的 如果有這隻HG 大家都知道 背包這隻翼 紅色的位置 是要連貼紙的 當然連貼紙 比較醜怪 文仔也做了分析 RG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 這次文仔的成品 RG 密充高達 我們介紹到這裏 再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家裡 有很多特意做好燈櫃的 我會把整個GUNDAM SEAT的系列 放進一個櫃 即是所有HG RG等等 全部一隻就排在這裏 對 總之一個系列的 我就放進一個箱裡 即是今次這兩隻 就兩兄弟放在一起 是 會不會拆散它 不會 拆散它不漂亮 喜歡模型的觀眾 記得Like 和Share給朋友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模型分享再見 Thank you 拜拜 我們下次見